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敬世尊阿罗汉政治抉择 好的 现在我先开共享 然后共享 共享在什么地方呢 共享 好的 找到了 看得见吗 好的 然后我们就来全体静音一下 全体静音在什么地方呢 全体静音在什么地方呢 是右下角的参会者里面是不 右下角参会者里面 参会者里面 全体静音好了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 继续讲上周我们已经讲了一课 就是真字簿七点四九经 其实这个经叫做七响经 虽然我们讲它的题目叫响经 它的真正的内容是叫做七响经 如果我把它拉到前面去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这边的巴黎文是 三响 三响 三响就是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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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土地响就是这边是第二 第二就是它排第二的意思 所以它这个并不是指两个响 但是它的内容是七响 你可以看 撒地骂 撒大就是七的意思 所以撒地骂就是第七 七种有七个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第二个 我们上周已经讲了第一个 就是不静响 第一个叫不静响就是阿苏巴 阿苏巴就是不静响 响就是闪牙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是叫做死的响 第二讲呢 马拉南 马拉南就是死的意思 三响就是响 后来我们看它的经文 比丘们 当死响 就是马拉南三响 以休息 以多休息时 有大果 大效益 不死的立足处 不死的完结 当他被这样说的时候 这是源于什么而说的呢 比丘们 当比丘的心多注于贯常 死想的时候呢 他的心从生命的欲求远离 避开 反转 不被生长 保持平静或愿力性 比丘们 比丘们 犹如鸡毛 或者金鸽 投入火中 他就会远离 避开 反转 不被生长 同样的 比丘们 当比丘的心 多注于贯常 死想的时候 他的心 他的心会从生命的欲求远离 避开 反转 不被生长 保持平静或愿力性 比丘们 如果当比丘的心多注于贯常 死想的时候 他的心与生命的欲求 随洁 保持不厌力性 比丘们 这应该被知道 死想未被我修习 我练习的前后 没有差别 我的修习力 未达到 像这样 他在那里是正知者 正知 把利文叫 Sambaciano 比丘们 如果当比丘的心 多注于贯常 死想的时候 他的心从生命的欲求远离 避开 反转 不被生长 保持平静或愿力性 比丘们 这应该被知道 死想被我修习 善修习 我修习的前后 是有差别的 我的修习力 已经达到 像这样 他这里是正知者 前面的一个正知者 他知道他并没有修习 后面的这个正知 他是知道 他有修习 好 我们继续看他的经文 比丘们当时想以修习 以多修习时 以修习巴利文是 Pavita 以多修习是 Pahu Likata 你可以看他的巴利文 巴利文就是用这样的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我们常常修习 然后多修习 就是随时 我们一起执着 我们就修习随念 就是想 我会死的 想有一天 我死的时候是怎么样 死的时候 可能没有人来 照顾我们 可能 躺在那边不能够动 那么 不能够起身 等等 你就可以想 这些 靠你去观察那些 人死的时候的状况 你就可以观察到 是在死的时候 是非常无助的 是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你 亲人帮不了你 就算你找最好的医生 也帮不了你 那就剩下你自己一个人 所以你要想到 那一天的时候 如果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这样 很孤零零的走去的话 离去的话 你就会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悲哀了 心中会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悲哀了 如果你还没有证果的话 可能会流泪也哭 想 我就这样死去了 我这样死去的 多么不值得 我什么都 我什么都没有做到 我什么都没有成就到 等等 你会有想很多念头 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都会出来 其实那些出来的全部都是烦恼 可以说 所以如果你有休息 多休息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你就会成就 果 成就就是有道果 你有修道 就是平常在修就是道 你会有得到果 你会得到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等等 有大效益 就是有利益 利益就是它会使我们放下自着 放下对这些事件上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自着 我们会自着它 就是我们还会想到还有明天 还有明年 这样 我们还能够享用这个东西 或者继续用这个身体 来享用 事件上的东西 但是你想到 我就要死了 我都不能够享用了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伤心 对不对 这个是世界人的想法 但是修行人不会这样 他常常念识的话 他就会有得到利益 他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利益 因为他就没有执着 所以他巴黎文的大果 大利益就是马哈帕拉 马哈就是大的意思 帕拉就是果 马哈帕拉 帕拉就是愿 愿我有得到 那么 马哈尼三萨 就是大利益 尼三萨也可以说 翻译成功德 有什么功德 一般上我们翻译都翻译成功德 这边专春将的翻译 翻译成大效益 也可以 大功德 有大果也可以大功德 所以达到不死的立足处 就是你会立足在不会死的位置 不死的完结 就是到达不死了 不死的完结的意思就是 我们到达不死的意思 当被这样想 被这样说的时候 这是源于此而说的 比丘们 当对事物的 这个是下一刻了 所以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这个我这边应该把这个 放到下周 下周六去讲 这边的地方 好的 我们这个就到这里为止 今天讲的就到这里为止 好的 我们现在 先解释一下死随念是怎么修 那我就把这个关掉 再开 这一个 这个是死随念的那个 呃 科颂文 看得见吗 呃 志涵 看得见时候 好的 看得见这个死随念的科颂文 好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死随念的科颂文 这个是佛陀说的啦 就是我们修死随念的时候 你必须用这些内容 你要用其他的 呃 法师讲的 比如说 佛音尊者写的清净道论 或者其他师父教的 也可以啦 也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最好是用回 因为佛陀教我们的东西 因为佛陀教我们的东西 可能就是最好的 也是最完整的 来我们看 他这边一共有几个吉诵了 这边每一个都是四句的一个吉诵 好 所以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一共有七个吉诵了 好 我们一个个看 这就是死随念的 呃 最重要的那个内容了 如果你们能够把它背起来 那是最好了 好 但我们看到 对不起 我没有看到耶 我没有看到那个 死随念的那个 这个你看不见啊 因为你的共享 对 因为你的共享画面 还在刚刚的经文里 好的 我就开这个新的共享 谢谢师父 呃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有 有 看见了 谢谢师父 好的 我们就正讲这个 呃 今晚的最重要的 死随念的这个 这个课诵文 上一周呢 我并没有给你们那个 不经 呃 观的那个 那个课诵文了 呃 呃 等一下的 我会发到那个 马来西亚的那个 呃 微信群里面去 好 上周的那个 我 补发一下 给你们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 死随念的 课诵文 这些都是从巴黎文翻译过来的了 好 当我们看到 尤其是 随时他都会熄灭的 还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障 所以 因此 你可以 你可以就可以想起佛陀讲的这个话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神会死神啊 啊 就是我们讲有四种魔了 佛陀又讲四种魔 那四种魔呢 第一种就是死神会来把我们的命拿走 第二种呢 就是魔王 你可以说第一种是魔王 第二种是死魔 都可以了 随便你这么排他 第三种呢 就是叫做烦恼魔 就是我们的内心所产生的烦恼 第三种 第四种叫做五阴魔 什么叫五阴魔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色受想形 是这个五阴身心的执着 我们一直抓住 仅仅认为身心是我 这种叫做五阴魔了 也叫做五阴魔 我觉得五阴魔比较好 五阴只是我们用来解释这个五种身心的现象 我们用五阴 但是我们对那个烦恼魔来讲 我们用五阴魔比较好 因为它是看不见的 所以叫阴嘛 阴阳的阴嘛 所以我们用五阴魔那个字比较好 总之 它这个魔 死磨 那是随时都会来的 它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已经到了 就好像那个三十岁的女人这样 早上感染 可能咳咳咳咳几身 然后就发烧了 送进医院的 呼吸困难的 到了下午就完蛋了 就没有了 人就完了 你看不能够呼吸 你能够耐多久 就好像我们在水里面 你去游泳的话 你沉下水里面 你不能够呼吸 那就是几分钟而已就完了 人就没有了 所以非常快的 生命是非常快的 有一部经文 那里面佛陀问 我怎么样修死随念 然后有一个和尚就说 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观察 我会死 佛陀就不出声 那另外一个就说 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在观察 我会死 佛陀也不出声 那么在一个 再来另外一个和尚就说 我在呼吸 入吸的出息的时候 我观察 我随时会死 我一死的话 就不能够呼吸了 佛陀说 这个才是正确的 观察 死随念 你这观察 死随念 你怎么想到 你在走路 那太远了了 你怎么想到 你在吃饭 那太远了了 你在呼吸之间 你观察它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 这是在一部经文里面 有提到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 吉颂 一个想有大富贵的人 会死去 有一天我也会死去 对不对 你想 如果一个人大富大贵 你就想 这个人 那就是 来人间 就是在这边 享受他的福报了 那哪是 对不对 但是 他也有一天会死的 尽管他是大富大贵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 不会死的 对不对 你想过去的那些王帝 他是不是大富大贵 的确就是 不管哪一个王帝 都是大富大贵 但是 他们都死了 对不对 这里 实际上 我们要想到 就是说 他这边是跟你 我们来 普通的人比 大富贵 大贵的人都死 那我们都不是 大富大贵 那我们有什么 好比较呢 你要这样想 就算你是 小富小贵 你也是会死 有一天也会死 那更何况 我们这些 根本是 明不经传的 不经传的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这样想 我们跟那些 富贵的人比 我们就是 没有 不见经传的 那些 无名小族 对不对 他们都死了 那何况 我们这些呢 所以有一天 我也会死去 这是第二个吉送 第三个吉送 凡是生下来的 都会死去 就像那个 斩首官 在等着西会 就是等着命令 斩首官 他就等时间到 他说五十道 OK 斩首 就去那边斩首 五门呢 以前如果你去 北京的紫禁城 你去看 他有一个五门 我去那边 走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 毛都会站起来 那不懂 砍了多少人的头 在那边 有一些是 整家的 整个家族 拿去 那边砍头的 吓死人的 所以你想想 那边有多少 冤鬼在那边 很糟糕 你去看 如果你们有机会 去北京 你去走走一下 去紫禁城 去五门那边 走走一下 当然现在没有了 但是以前 从明朝 开始 一直到清朝 结束 你看那整 七百年 左右这样 快要七百年 在那边 你看 不懂死 多少人 在那边 我看算万的 好的 所以 他那个 斩首官 那个筷子手 就是在等时间 时间到 他就做了 他就砍头了 所以 剩下来的 都是死去 那这边就有一个故事 我们在 修十六观志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他就是 那个妈妈 他有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 都犯了王法 都被判 砍头了了 那么 第一个儿子的头 都已经被砍下来了 那么 那个筷子手 正举起 他的大刀 要砍第二个儿子的头了 那么 他这个妈妈就想 完了 第三个儿子也是完了 他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 过去时候死 现在的死 死了 将来的 也不一定死 这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叫坏灭字 十六观志里面 有几种 前面五个就是 明蛇分别字 元蛇受字 三项字 就是 无常苦 无我 三项字 然后生灭字 然后坏灭字 这个就是叫做坏灭字 就是你知道 一定死的 必死无遗 所以叫坏灭字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 就是 当我们看见 比如说 突然间你在走的时候 天上掉下来一只鸟 然后你看一下 鸟死了 鸟死的话 就是在飞的时候 一般突然间心脏发作 就掉下来就死了 然后就不会动了 你看那个鸟 已经不会动了 就死了 你只要看见 任何一个众生一死 你就想到自己 我也会死 那就叫做坏灭字 如果你能够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去想 怎么样呢 我现在跟他念 晚生周了什么 哎呀 远了 你还很远 明白吗 你的心并没有在法上面 所以你的心必须要很快 直接就转到法上面去 直接就看 众生 这个众生就是一个明色的现象 这个明色现象已经坏灭了 你就看到自己 也是一个明色的现象 将来必定会死的 就像这个妈妈这样 看见他三个儿子被砍头 一样的道理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 生命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 不曾停留过片刻 像太阳升起来之后 急急地走向日落 这是指什么东西呢 就是太阳起来 它会停吗 不会停的 它就一直 太阳一出来的话 就一直散了了 然后就一直走了 走到中午 中午一直走到下午 然后一下子就日落了 又变成晚散了 就像你们现在那边 大概是七点了 七点多了 已经晚散了 可能天还在亮呢 因为你们那边是夏天了 秋天了 是吗 你们那边应该是秋天了 是啊 现在九月份了 你们那边应该已经录秋了 我们这边才开始录春 就开始太阳就 就是白天会比较残一点 开始变残了 你们那边白天就开始变短了 总之一样的 你如果秋冬的话 太阳的时间 白昼的时间短的话 就少一点 可能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一样的嘛 太阳还是升起来 太阳还是很快的 就是日落 那就表示 这些现象是无常 生命是无常 所以因此佛多才说 生命是不确定的 死亡是确定的 这也是佛多说的话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集中 生命的现象 犹如闪电 犹如水中泡 犹如叶子上的露珠 犹如水里面的那个痕 你画在水上面的痕 犹如死敌 必定是必定要自行杀人的任务一样 没有人能躲过死亡 金刚经里面不是一句很出名的话 就是 如 什么 如露一如电 对不对 因作如是光 就是指现象 这些现象 如露一如电 因作如是光 就是应该这样来观察 如露一如电 闪电 对不对 这边佛多讲的最完整的 就是闪电 水里面的泡泡 叶子上的露珠 你画在水里面的痕迹 以及 窥子守在杀人 对不对 一下子 那个人头就掉下来了 没有人能够躲得了死亡 所以 这个就是 无常 无常的现象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 以 极灭为乐 极灭就是 你的心要安静下来 平静下来 不要波动 极灭为乐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集中 如果具有 大福德 大智慧 与大神通的佛陀 都不免于死 何况是我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比较的 如果我们要跟谁比较 我们是佛 学佛的 对吗 我们认为我们是跟随佛陀 在修习他所教的那些方法 修习他的方法 佛法 那么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佛陀这样的大福德 没有 我们有没有佛陀的那种大智慧 没有 我们有没有佛陀的那种大神通 没有 佛陀都不能够躲得了死亡 佛陀有这么多好的条件 都最后他都要 八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他的身体也会死的 他也会老的 只是说他就不再回来 他就涅槃了 进入大碟旁 那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在这边轮回 那你想想多么恐怖 所以必须要赶快努力的 所以你只要想到这个死 你再念到这一句的时候 你就想 我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正确的方法 佛法 如果你修到坏的 修到邪的 修到错误的法的话 会耽误你很久的时间的 真的是耽误很久的时间的 那些叫邪法的很多 他自己本身不会的 他也不懂的 乱教一场的 很多的 结果呢 跟随他们的人呢 是很多很多 一窝蜂跟出去的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跟错了 邪诗 他们还以为他们修的是正法 他也不知道他们修的是邪法 很多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说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个人个人的缘 个人谁叫个人的缘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说了也没有用 他也未必会听你的 就算你好心要帮他 他不听你的 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因此 他必要去跟随那些 邪诗修邪法 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可能要下到二道 做鬼啊 做畜生啊 下地狱去 再从那边出来的时候 又过了几千年的时间 但是 释迦摩尼德佛的佛法是很短的 最长也只是两万年 现在已经过了 两千多年了 两千五百年了 已经过了八分之一的时间了 所以如果你去到二道的话 出来的话 最少要耽误几千年 最少 因为地狱的时间跟我们这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它的时间就像是 道立天这样的时间 而且更高 夜摩天 或者兜摔天的那种时间 一天就是几百年 四百年 两百年这样 所以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受苦 被折磨 然后他就想起来 哎呀 我遇到某某师父 怎么我没有听他讲的呢 现在才想起来 他会想起来的 但是太迟了 所以非常可怕的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情况 佛陀的时代也是这样 不只是现在 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 很多那些六师外道 只有那些有上根的人 才能够遇到佛陀 有上根的人在当时也未必修 他也是糊里糊涂的 我本身就是一个 他也是糊里糊涂 但是还好啦 如果你还是坚定的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的话 就算迟了 就算迟了几千年 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不可小看 这个政见 政信 政见 非常重要 好的 我们继续再说下去 最后一个 每一刻 我都在毕竟死亡 或者因为吃错食物 或者因为身内的疾病 或者因为外来的窜山 一眨眼功夫而已 生命就结束了 这边是讲 死的那些源 有很多 这边是指 死的源是有很多 这句话 这整个急送 就是告诉我 有很多种情况会死的 可能是新冠病 可能有其他的问题 对不对 你不知道吗 疾病 疾病就是新冠病 现在最严重就是新冠病 当然还有其他严重的病 很多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这些都是 各种各样的癌症 多得不得了 是吗 所以你不知道 什么会来把你的生命 拿走的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以为我们 尽量有运动 食物吃得小心一点 不要乱吃 不要吃那些 外头的食物太多 外头的食物 很多那些 有毒的东西 但是尽管你用 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护 身体 他还是死掉的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又不可以说不做 你还是要做 还是要有适当的运动 还是要小心食物 对吗 但是 最后还是生病啊 对不对 病的时候 你以为你找最好的医生 他最后医生跟你看着 他跟你摇头 他说 我也无能为力 他就叫你回家去了 你就等死就是了 所以你想一想 我出家的时候 我遇过好几个 就在我面前就死掉的 我妈妈就是一个 然后 再来就一个 施主 越南人 他在哭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他还在说我不要死 你不要死也是死 就在我面前几分钟之后就死掉了 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已经发臭流了 然后还抱着他的妻子跟孩子哭到乱 没办法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在新加坡的居士 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念经一下 给我延长多半年的寿命 我等我的儿子毕业了之后 我见他一面 我说好 我帮你念 我们当然要满足他的愿望 但是念了之后 不到两个礼拜 他又妻子打电话来说 不行了 他已经在医院急救了 叫我赶快去了 赶快去去到那边 看见他喘气有了 都不行了 就没有了 眼睛睁大大就这样走了 他可能要想看一下他儿子 从美国回来 那有什么办法 死神是不等你的 时间到就走了的 所以不能够说 我要完成我的什么愿望 达到满足了 你才走 没有的 那个缘呢 死的缘随时来的 随时来随时就没了 所以你不能够犯意 就是要随时随地 要想我会死 我会死 不能够 不能够翻译 你不要 今天你有什么事情 今天是周六 明天是周日 休息一下 我不做早晚课 不进座 不进行 不去观照三十二身份 好了 你就放假两天吧 那是你的事情 对不对 你就慢了 你的要成就的机会就慢了 不能够懒惰的 要努力做 要随时随地一直在提醒自己 时间有限 你想一想 过了今天 我们又走近了死亡 近一天 对吗 等于生命又少了一天了 过了近夜 我们大家都少了一天了 如果你想一想 你看像我这种人 我已经七十五了 假设说我能够活到八十岁 还有五年 五年是多少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五年你给它乘五 才一千五百天 那不多了了 很少了 你能够想 可能今晚就没了 谁会能够保证 你今晚能够过得了今晚 对吗 你难道想 你今晚不会中风 不会突然间心脏病发作 谁知道 对吗 没有人能够保证的 所以因此必须要 常常念 我会死 然后你就会努力 你就会做你自己的功课 尤其是我们要懒惰的时候 就是要想到我们会死 好的 我就把这个也关掉了 停止共享 讲完了 现在有问题的 你们就拿来问 师父 我可以请问一下吗 那如果说 做随时念 如果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手满脚乱 我可以跟你说 是手满脚乱 就算你天天念死 到时候到的时候 你会在那边很慌 你的心不会安定的 会非常慌的 你说就来了了 现在就是这样了 那怎么办 哎呀 我的丈夫怎么样 我的孩子怎么样 我的车怎么样 我的屋子怎么样 哎呀 我的银行还有钱还没有交代 你看那个故事 那个鹦鹉摩纳的那个故事 突然间那个老头子就死了 然后他最后一个念头就是 哎呀 我的船下面还有钱 没有交给我的儿子 结果因为这个念头呢 他就做了狗 这个老富翁呢 死了就变成了狗 狗呢 很快就生出来了嘛 就跑回他的家 他的儿子看见这个狗这么漂亮 然后就把这个狗养起来 白狗 一只白狗 真的故事 这不是骗你的 然后这个白狗呢 就很快就长大了 几个月就长大了嘛 有一天佛陀到他的家脱坡 白狗就对着佛废 佛陀就跟他讲老富翁 你怎么变成了狗这样 然后那个白狗一听 知道他前一世是老富翁嘛 他就垂头上去 听不到 他的网络 网络有问题 白狗 听见佛陀跟他讲 是老富翁啊 结果他就垂头上去 夹着尾巴 跑到墙那边去躲起来 垂头上去 他的儿子呢 年轻的富翁回来了 他看见今天狗有点问题了 好像生病了 他就问家里的人 为什么今天这个狗好像生病了 家里的那些佣人就跟他说 今天那个 不要压到我 今天的那个 乔达摩来脱坡 他大概是跟他念奏 他们就 年轻父母就很气啊 就跑到寺院里面 一路在跑的时候 他心中想 岂有此理 我要好好的骂他一顿 然后佛陀坐在寺院里面 就跟这些出家人说 今天有一个年轻富翁要来了 他在要骂我 他如果路上死的话 会下地狱 为什么 你的心中有恶念嘛 不过还好 他没有死 他平安 他到达 对着佛大骂 佛就不管他 给他去骂嘛 骂完了之后呢 佛陀就问他 骂完了没有 骂够了 那你坐下来 他就说 你为什么来念奏 给我的狗生病 他说 你知道那狗是谁吗 他说我不知道 他就是你爸爸 怎么会是我爸爸 我爸爸没有做坏事啊 他说你爸爸 最后一个念头 他不知道嘛 他说你不相信 你回去拿他 拿他以前吃过的那个金盘 放了饭菜给他吃 然后叫他吃完 做下一件事 你就知道了 结果年轻富翁赶快冲回家去了 就赶快把他父亲吃过的那个金盘 装满了饭菜 然后给他的狗吃 他说吃完你做 结果狗就吃完了 就跳上他以前睡的床上面 床下面那边 然后就去挖 用他的澡去挖 就把那个 他所缠的那个金子 挖出来 就交给儿子了 就是为了这个金子 就变成狗了 你想一想 那么可怜那些人 你想你死的时候你会被换 你心一换就完了 所以你要常常修 常常念我一死的时候 我要心保持安定 我不要被这些东西转过去 我们非常容易心被转过去的 就是被这些境界所转过去 那一下子就断气了 对吗 所以不好玩了 要非常小心的 下一个问题 说那你死了 我们要对他说什么呀 啊 谁死了 你死了 我死啊 我随时等死了 怎么变成是小孩子在问问题呢 他说 中文说 如果水里的鱼死了 他要对他说什么 哦 鱼死了 那你就把它拿去埋了嘛 拿去埋了 你怎么跟 你用鱼的话跟他说 叫他转世做人去 你的鱼干的鱼死掉了 我家里又没养鱼啊 那你问我这些问题做什么 下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下一个问题有吗 师傅您刚刚说 要常常做早晚课 什么是早晚课 等一下我传给你吧 你要去做 早课晚课里面有关于死谁念的 哦好 我没有在那个微信的群组 也是我再请师傅给我那些 对 等一下我发给你 课颂文 跟不敬关的课颂文 谢谢师傅 还有别的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就 结束了 我们回向功德 大家合掌 愿意 愿意 愿意此功德 倒向猪肉镜 愿意此功德 倒向猪肉镜 愿意此功德 为正涅槃园 愿意此功德 为正涅槃园 我以此功德回向诸友情 愿诸友情众同得此功德 愿诸友情众同得此功德 傻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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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再见 好 晚安 再见 晚安 晚安 师父 晚安